原永宜和张正林这对算是娱乐圈里很接地气的夫妻了,没事就爱和朋友们聚个会,出去旅个游,日子过得相当滋润。 最近,他们俩就约着朋友去了普陀山游玩,不仅拍了标准的群体游客照,和大师合影,还买了佛珠,连原永宜自己都说这趟旅程很圆满。 不过,有眼间的网友发现,袁永宜在照片里虽然穿着羽衣,但肚子大得很明显,而且她一只手还托着肚子,难道是有好消息了,二胎成功还上了,但就在前几天袁永宜的生日会上,她的肚子还是平坦的很,完全没有孕上,要真怀孕了。 那这肚子长大的速度也太可怕了吧,吃瓜群众正聊得开心,说这么多年,静静终于如愿以偿怀上二胎了,结果袁永宜亲自出来澄清了,说是故意让大家开心一下,肚子看起来大是因为宝宝背到前面了,哈哈哈哈,静静还真是挺皮的,其实之前也有传闻说,袁永宜怀上了二胎,而且已经有两个月了, 但上去年被采跑的时候就澄清了,开玩笑说自己家双喜临门,袁永宜那个两个月,她自己的肚子四个月,所以根本不是怀孕了,而是静静吃胖了,不过袁永宜夫妻一直都想要二胎,还特别想要生个女儿,静静也一直在看中医调理身体,尝试过真久,瑜伽,胆都没用,于是在磨同流,七岁的时候,袁永宜一开心, 她开始考虑人工受孕了,那个时候她已经45岁了,这个决定还得到了儿子磨同,她的全力赞同,夫妻二人也觉得非常欣慰,但还是因为年纪的问题,静静想怀二胎的心愿始终没有达成,也不得不放弃了, 虽然两夫妻的二胎梦是破灭了,不过还有可爱的磨同,张俊玲之前还自谱,想让儿子买了18岁就结婚生子,还说这个年龄结婚不算早了,孩子高愤怨要给磨同大孩子,既然只能当一个孩子的爸爸,那就早些当爷爷吧,张俊玲正如意算太打得真好啊,哈哈哈哈 啊!